你那6000块钱工资都给你吗 嗯 给我妈 找我就是保姆姓 大爷大妈来乡亲 大妈上来就是开门见山 我就是来当保姆赚工资的 老头的钱必须得如数上交 大妈你是来发家致富的吗 今天乡亲的主角就是这位63岁 年入4万元 有房事业单位退休的柴大妈 先找一个有专心的 有淡淡的 实实在在的 能过好后半生吧 以小弟的经验 越是模棱两可的择偶标准 往往最后都会整些腰额子 不信往下看 这位大妈绝对是泥丘尊栋 深藏不漏的那一类 根据大妈的择偶标准 红娘给安排了今年71岁 年入4万元 有房的周大爷与其见面 没想到一碰面 还没等大爷把屁股坐稳 大妈就迫不及待的直奔主题 你要想找老伴的话 那你就得养啊 那你不养 你不养找老伴有啥用啊 老伴给你付出了 给你 给你做工作了 上你家去 给你洗算了 做家务了 见过你了 那你咋不养啊 那你咋不养说一点都花了 我说大妈 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找老伴的呢 当保姆能得到老伴的关爱吗 这岁数找老伴要的不就是相互扶植 相互关爱吗 怎么说的跟只有你一个人付出似的呢 你能付出啥呀 我能付出啥 我该付出的我就付出嘛 付出感情 对呀 付出感情 付出家务吧 嗯 还跟保姆一样的 是的 那不觉得自己那日子过得跟保姆似的 那你上一家去可不就是这样的呢 家务俩俩互相做 都是共同去付出 共同去承担的 那阿姨为啥有这种想法 想把这个字以前攒起来将来养老 对 那反过来想 那如果叔叔也想像你这种想法呢 那就不早吧 毕竟这个年龄了嘛 对那就不早吧 都涉及到养老的问题 那就不早吧 你这个养老上 那养老院花不出钱 现在俩人都互相 抽点 你也抽 我抽点 完事 那要是全赔一个人 那你 这三千块钱不够 可不是嘛 又不是只有你会生老病死 人家都没有凭什么比你健的 都这岁数了 都有工资 已经没有了生活的压力 何必难为自己 难为别人呢 可大妈的态度十分坚定 这个养不起我 那就赶紧换人 我选择一个挣钱多的 能付出那样的 能付出的是 对 在经济房间付出 对呀 大妈真的是出口转内销 掉价了哈 根据大妈的择偶标准 红娘又找来了 今年六十八岁 年入七万元 目前住在养老院的政大呀 你身体不咋好吧 得过脑梗啊 有点轻微脑洞 右手和右腿都不好使啊 那都不够多好使啊 那我从走到有问题 这边挺多 但一个姑娘结婚了 姑娘有没有孩子啊 有 孩子多大了 三岁 两人一见面 大妈那嘴 跟机关枪似的巴巴开炮 恨不得一口气 把大爷的祖宫发带 都给车查一遍 整个大爷就像 只待醉的小高仰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 大妈 下回收着点哈 真要换个脾气暴的 你今天这个脑瓜蛋 就能被烟成乳蛋了 接着大妈又问出了 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你要找老伴的话 能养起吗 面对大妈的质问 大爷只能无奈地 飘出几个字 我养子 或许大爷到现在 都在怀疑 今天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是来向老伴吗 而此时的柴大妈 还在忙着在心里敲断盘 你那六千块钱 工资都回你吗 嗯 大爷对于找对象 不谈感情 只谈生意 既然老头符合标准 立马就要签一下合同 为了让大爷觉得 这钱掏得心服后服 大妈还专门给大爷算了一笔账 总一句话 娶了我 你娶不到吃亏 也娶不了上当 你真费点钱 大妈 我只能说你的丑 和你的脸真没啥关系 真是心比天高 宁比纸薄 都只把岁数了 还指着老头发财呢 给孩子留点脸面 那我就是保姆姓 一个月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伺候你就完事了 那你说他有病嘛 我还得 就是说一切都得为他服务嘛 他啥也干不了 还得 不能惹他生气了 用药了各方面了 都得全面服务 他得去叫全面服务 大妈就不怕揪着耳朵过僵 操心过度嘛 聊到现在 大妈对大爷的工资安排很是满意 但是得知大爷没有自己的房子 大妈不干了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住他家 大爷给他交房租 本以为一切 谈妥两个人相信能成功牵手时 大妈突然态度再次转变 怕时候工资卡到手了 前妻闺女的找上门来闹事 最后还是觉得不合适 可不是吗 你这么把的就算是丧了 人家私你也够将愿意啊 你快回家自己玩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